一位十二岁的小女孩写给父亲的一封信 她说 爸爸 以后我要是嫁人了 绝对不会嫁你这样的 你知道吗 今天可把我吓坏了 妈妈正在拖地的时候 光的一声晕倒了 我赶紧跑过去看 妈妈的脸色苍白 手心一直冒汗 我太没用了 背不动她 只能费酒牛二虎之力 把她拉到沙发上 妈妈太累了 等她舒服过来 我想起早上送我上学的时候 她连饭都没顾得上吃 按书上的说法 可能是滴血糖 那一刻 我忽然想起上一次 妈妈也是累了一天 腰酸背疼 你说 整天待在家里 就做个饭而已 还好意思说累 我当时就很生气 爸爸 你在外面工作是不容易 但妈妈一天也没闲着呀 甚至比你还要累 你总教育我 要换位思考 不要和同学们闹矛盾 今天我也想写这封信 希望你能换位思考 爸爸 其实我很羡慕那些数学考零分的同学 你可能会骂我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学习要力争上游才对 我明白 但是有什么用呢 上次考试 我与树外都拿了班级第一 老师同学妈妈都表扬了我 我很高兴 我想你晚上回来了 我拿给你看 但你就嗡了一声 反应很平淡 连一句你很棒都没说 我很伤心 拿了一百分又有什么用呢 还不如考零分被你骂 我宁愿要那种严厉的关心 起码你对我有回应了 你可能纳闷 不是要讨论妈妈吗 怎么说到自己了 我是想说 对我付出关心的人 从来都是妈妈 而不是你 学校每次的家长会 你从来都没有参加过 上次我过生日 你说回来陪我 结果我和妈妈都等到困了 你也没回来 人家的爸爸 经常去接送孩子上下学 我很羡慕 但我每次都安慰自己 你下次 下一次 一定会来 但你始终都没有来过 妈妈冬天起来 做好热气腾腾的饭 妈妈暴雨天 接送我上下学 妈妈给我缝补 破掉的衣服 妈妈带我上游乐园 妈妈有了白头发 书上讲 父亲很伟大 但是我没有感觉到 站在我这个 十二岁女孩的立场上看 妈妈的付出 比你太多了 如果我收到的关心 换来的是妈妈的白头发 那我不要也罢 爸爸 我宁愿找个保姆 昨天放学在小区的墙上 看到了一个保姆的广告 照顾孩子 每月四千元 做饭 每小时十元 洗衣服 每小时十五元 打扫卫生 每小时二十五元 接送孩子 每月三千五百元 那我算了一下 妈妈每周 至少打扫房间三次 每天洗衣服 两小时 风雨无阻的 接送我上下学 无时无刻不再照顾我 除了这些 还有爸爸每天下班的 美味饭菜 衣柜里的整整齐齐的衣服 水壶里不断的热水 这样换算下来 妈妈的收入是富豪级别了 如果说谁挣得多 谁就是顶梁柱 那把上面的这些 换算钱的话 我妈妈才是顶梁柱 况且妈妈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不仅仅是在物质上 还有无处不在的爱 我说让你找保姆 都是气话 再说天下哪有这么优秀的保姆呀 我只是希望你以后别在全盘否定妈妈对这个家的付出了 更不要在她做家务时一边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一边使唤妈妈干这个干那个 你的泪是体现在钱上 妈妈的泪是体现在我们俩身上 没有妈妈你不能安心工作上班 我也不能专心致志的读书 没有妈妈的付出 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妈也喜欢玫瑰花 上周王芳的妈妈过生日 她爸爸送了一大朵玫瑰花 很漂亮 大家都夸赞王叔叔说 这么多年了 叔叔一直那么爱阿姨 我不明白爱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首歌里唱 爱我你就抱抱我 爱我你就亲亲我 所以爱就是拥抱 爱就是亲亲吧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你对妈妈表达过爱 我今天12岁了 当我记事起 我没有见过妈妈收到什么礼物 没有见过你对她讲过一次温情的话 吃饭工作睡觉 日复一日的重复着无聊的生活 连点惊喜都没有 我都觉得挺无趣的 妈妈虽然年纪大了 头发白了 但不代表妈妈不喜欢浪漫 不喜欢玫瑰花呀 妈妈肯定也想得到玫瑰花 我有一次看到妈妈在外面散步时 采了一朵漂亮的小黄花 高兴了很久 后来还刻意把它插在花瓶里 她也有一个小女孩的一面吧 为了这个家操劳了那么多年 也想体会到被呵护被关心的感觉吧 你总说做人不能太自私 但你一味让妈妈付出 却没有半点我爱你的回报 难道不也是一种自私吗 写了这么多 不知道你能不能听下去 我们老师讲 爱是互相扶持 共同承担 是两个人平等相处 爱是拥抱 爱是温言软语 是白头偕老以后的浪漫 虽然我不是很懂 但我想以后我要是嫁人 绝对不会嫁你这样的 信读完了 没有华丽的词早 有的只是从心而发 这封信可能代表了大多数孩子的心声 所以希望看到视频的您 转发给天下每一个爸爸 让他们可以多花一些时间 陪陪自己的家人